库里现在是多少有影儿了 因为党下联赛当中 这个得分王精整 到了这个阶段逐渐开始激烈化了 原本认为没有悬念 布拉德里比尔赛季开始之处 那个阶段拔到了33分附近 接近詹姆斯哈等的程度 这让其他人怎么追呢 考虑到哈等已经早已离开火箭 加盟蓝网之后对内帮手甚多 所以哈等进攻端 已经极尽可能的收敛了 哈等如果不参与战团 谁能够达到34分啊 这种程度的高度呢 只不过呢 后来啊 比尔啊 随着他大量商庭啊 付出之后手感不在啊 出现了严重起伏啊 现在看起来联赛当中啊 得分王这一奖项 最终归属有悬念了 悬念甚至不小啊 你比如说 都有谁有资格参与战团呢 达米安利拉德 斯顿库里 斯顿库里 他如今 尤其啊 之前一场比赛 勇士不敌其才 球队是输了 大家是怎么讲呢 库里个人得分呢 压住了比尔十几分 你不要小看十几分啊 这挺难得 双方直接交放对来 我压住你十几分 这就有助于之后再嘴 因为 目前他俩的场均分差 是在1.4左右 结合场次这么一算 总共也就是60来分 我一场比赛 碾去10了分的话 就剩不到50分 是不是差不多 也就这个差距啊 就剩50来分 考虑到呢 当下布拉德利比尔身边的猛男啊 也是大包大揽 进攻端大量出手 这样一来呢 比尔想 砍下单场高分的话 有点难 至于达米安利拉德呢 也有资格参与竞争 当下彼此差距也比较细微 但问题是 这个 鲍威尔来了之后呢 再将西阶麦克勒姆啊 这个球权呢 资源呢 有点分散了 就是利拉德呢 很难说自己啊 完全大包大揽了 进攻端 我收起所有进攻戏份啊 很难做到 团队呢 对他的要求 现阶段也不是这种 唯有斯蒂邦库里 目前可以说呢 看到十指的量了 因为这种两种 现在这个阶段 你说你给谁投呢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库里啊 开始大量主动的 发起进攻了 甚至党裁的回合数呢 都开始增加 这是库里得前度后的条件 考虑到最终还剩了 这么二十来场比赛 能不能说一鼓作气啊 撵过去呢 有戏啊 目前师兄库里啊 总计差了五十来分的话 就不是特别多了 尤其结合党下队内情况 库里今天如果说 能拿一个得分王的话 就好像怎么讲呢 属于是原本前落一片暗淡 没有想到啊 这一道走下来呢 我起码是 不至于说空来恐惧 还算有所受惑 拿一个得分王啊 也不容易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